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不干了 因为当时手舞骨折了 学医 我觉得这个在我一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这个二十多年吧 我跟随排球 国家肉刀队参加了三年奥运会 我们就叫他王老师 教了很多实际转化的东西 去课本上学不到 我跟我爱说 我打棒球他打类球 我儿子已成了我这个职业打棒球 非常出色 中国第一个登陆美国职业棒球的 我是原国家棒球运动队的队员 17年以后就退役了 做个青少年培训的教练 05年从美国回来一直养伤 我是打头手出身的 伤病影响了我 所以我改到了场员 所有的这些的荣誉是我在重新换了位置以后得到的 包括我的安打王啊 包括得分王啊 你左上防守去吧 往那边来 往前 我这个小孙子和小孙女都具备东西 就还是以体为主 练起来是大职业 练不出来就上学吧 走大高了 膝盖再翻一点 比好了 后脚转 也是希望给孩子从小创造一个体育的环境 因为毕竟我是从我父亲的传承的棒球这个东西 以前没有棒球 平时训练纸球 然后平着盖扔着拿小棒练着打 现在的小孩球都是成统成统的 自从这个改革开放到现在吧 我们家是发生变化非常大 我是93年单位奖励了我一套房 因为给一年的贡献去奥运会 从住一个50多平米的小两居室 到现在住这300多米的房子 就像我们家这个住在一起 这种模式很少 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没住在一起的 后来我老婆就说 那不说咱们一块住吧 然后我们才在这儿找着这么一套 就是比较适合我们大的家庭来住的房子 大家住在一起 很多欢乐的事情非常多 是那种跟父母分开住的那些家庭体验不到的这种快乐 这些东西这都是我一点一点的村子 这是一个架子小时自谈的 我也没想到弄我这么大一个房子能搁它 这一顿他就好像给这房子准备了 每天吃饭都是我们家先生做饭 老伙先生餐桌变化挺大的 我们不愿意出去吃饭 都愿意在家里吃 因为我爸比外来做饭 早上起来以后就是 我爸就开始打扫卫生 然后浇瓜做饭 基本上就是全是我爸的饭 父母非常不容易 为我们确实付出很多 希望今后能在很多方面 能够给予父母更多的一个帮助 吃完晚上我让他放水去 游泳 对 就我游泳今天 我就觉得这个生活挺好的 这是特别之处 我的梦想就是 想选一些优秀的网球人才 希望他们今后为了国家 能取得更优秀的成绩